美国各州逐渐解封 接上人潮明显变多 阳光加州的海滩不分开放 民众走出来透气 心情大好 美国各州餐厅店家 陆续重启恢复商业活动 民众排队维持社交距离 但忙碌的除了服务业 还有殡葬业 纽约布鲁克林区一间火葬场 黑烟不断窜出 疫情下焚烧遗体的数量 让工作人员和设备都快吃不消 我们平常做3,300个月 那是8至10个月 现在我们做20至25个月 另一个让人忧心的消息 是纽约市在半个月内 有15名儿童确诊感染川崎症 其中4人同时确诊新冠肺炎 6个人体内有病毒抗体 各国正调查这两种疾病之间的关联性 美国因为疫情遭受重创 但总统川普是再也等不及要重启经济 他飞往亚利桑那州凤凰城 视察口罩工厂 但装备让人有点傻眼 戴了护目镜却没戴口罩 搭机离开时 他明明是这么说的 但到了现场 真正戴口罩的只有生产线上员工 视察官员全都没戴 介绍 交谈 口墨横飞 大喇喇在产线附近走动 让人问这批口罩的防护程度捏拔冷汗 三句不离重启经济 而另一方面 近期WHO内部会议记录曝光 提到了川普政府寻求日 澳 英 法 德等五国支持联署 向谭德赛提出要求要邀请台湾参加WHA 18日的线上会议台湾会不会受邀 外交部先前表示几率不高 但会努力到最后一刻 多讯会中心综合报道